比特币迎来一个好消息 并没有去跌破下方的支撑 这个16500美金这个水平 反而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现象 直接是冲破到17200多美金的位置 那么整体的行情的话 又出现了一个回暖的一个现象 那么以太坊的话也是进行了一个突破 20小时之内大家的涨幅都不错 微微的向上涨去盖过了之前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情绪 那目前的一个恐慌指数是25 那么在过去一周时间里面的话 也是表现有一些微微的上涨 那么可以看到区块链新闻的话 12月将加息51个基点 也就是在12月14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要大家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回到我们的一个盘面上来 目前的话比特币的话是在这个17200美金这个水平 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位置并没有去跌破 是吧 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 这个上涨通道 这一片的一个位置都是没有去跌破 随后去进行一个反超 这个位置也是一样 那快速去抽了一根上去 那么其实现在的一个上方的一个压制比较强的 就是这个之前的一个新高这个水平17400美金这一带水平 更强的位置是在这个18000这个水平 那么如果它突破上方这个17000 如果它突破上方的一个17400美金的位置 应该到达这个18000这个美金的位置 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去保持这个多头 没有去跌破下方这个16500美金的一个水平 是吧 它随时都可能回来了 那现在的行情的话 它既然这样走的话 可能还要去震荡一段时间 是吧 在这个位置去震荡向上的一个情况 继续翻转 就走一个震荡的行情 下方的位置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底部了是吧 很多人认为它会跌到这个1万 甚至1万2 1万3这个水平 但目前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情绪啊 并没有去向下跌的那么多 而且的话没有太多的利空消息了 那过了几天的话 也就是12月14号 每天就加息之后 如果加息50个基点的话 那可能大概了 它会进行一波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 那么现在也是一样啊 那么上方的一个压值是在1万8那个水平 这两天我们要去关注 它是否能够去突破上方这个1万8这个水平 可能啊 稍不注意 它这个位置就拉一根上去 就已经向上进行一个突破了 这是关键点是吧 这个位置 就是比特币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有所好转啊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它想要去穿出去这个零轴 但是在这个位置之后啊 快速去拉了跟上来啊 但是下方的话并没有去放量去上涨啊 所以说我们看后啊几个小时 四个小时之后啊 能否去拉一根阳线上去啊 如果继续去拉一根的话 突破这个1万8没有太大问题啊 没有太大问题啊 我更倾向于它在这个位置继续盘整了 在这个16500美金以上进行一个盘整 这是比较大概率的事情啊 它可能要去消化一下那些空单啊是吧 还要消化一些堵头啊 去消化一下震荡去消化上方的一个抛压 那么就我得到的一些消息的话 一些金鱼的话 现在已经在下方这个位置 已经大范围里进行一个抄底了 已经抄底非常多了 在下方的位置 它的成交量也是非常大的 金鱼也是抄底了 很大一部分啊 是吧 所以说我认为接下来的价格 它不会波动很大啊 甚至不会去跌破这个新低 反正我已经80%的仓位了 在这片区域买的啊 反正继续持有就行了 现在这个行情 这是比特币的一个情况啊 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的话 它也是进行了一波的一个 向上的一个反弹的反弹 它的趋势 那么它的一个下降趋势其实是没有去改变的 是吧 它的下降趋势没有改变 但是的话 它这个位置是形成了一波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通道是吧 这个通道啊 我以为在这个位置它去跌破了 但是它并没有去沿着它的一个思路去跌破 随后去拉了一根阳线上来 随后去降上进行一个突破 而是收了一根阳柱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它上方的一个压制是在这个1380美金这一带水平 更强的一个阻力是在这个1350美金这一带水平 那么我们这个下方的支撑是在这个1200这个水平 我现在来看的话 它以太坊的话 它还继续去上攻上方的一个1300多美金的水平 继续去保持多头多头的思路还是保持不变啊 依旧是保持我们的多头的思路 如果它跌破下方的支撑就要去离场是吧 这条支撑是非常关键的 那目前的话 它这个位置想要去穿着零走啊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种种地下的话还是表现不错啊 那么如果在下周一能够向上突破这1350美金的话 那么整个行情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暖 而且突破上方这个1400的水平的话 即将会开启小牛市啊 那目前的话有很多的一个大户 确确实实已经抄底了 那目前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低廉啊 低廉 在这一波行情下跌之后啊 有很多人已经抄到底部了是吧 抄到很多的一个非常低一个价格在这片基于啊 然后随后它进行一个协议啊 然后又进行反弹到上方的2000美金啊 所以就出现一个震荡向下回调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啊 那原本的话只要它向上去突破上方这个高位啊 这个阻力啊1400这个水平 那么它这一波行情会有一个大范围的一个价格移动啊 也是大家不错赚钱的一个机会啊 反正现在大家不用太乐 不用太悲观啊 不用太悲观 因为的话整体的行情的话啊 正在慢慢的回暖啊 慢慢的回暖 不用担心啊 反正现在的话 足够的一个指导去生存啊 日常的一个生活就行了 剩下的话就交给市场 好 我们今天一个分享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